對 雨帶哏夜 MeToo受害者再加一 藝人NONO 陳軒玉 爆出性騷後持續身影 隨著小紅老師大動作 開記者會爆料提告後 現在又有一名受害者 勇敢站出來 我以為沒有人的 對 然後我進去那個女廁 對 就沒有想到 她怎麼也進來這樣 槍 揉 然後解 把時間倒回2004年 當時的施千雲 在電視台擔任化妝師 就曾遭到NONO騷擾 沒想到在2013年拍攝電視劇時 沒認出她的NONO 再度對她伸出魔爪 不僅尾隨靖女策 還對她強吻息胸 這次她不忍了 站出來據名指控 要司法討回公道 看到越來越多受害者 尤其是聽到受害者轻聲 所以我覺得我需要站出來 去輔助他們 這邊就是同意交給小紅老師 去處理 另一頭小紅老師 到北檢提告後 也在臉書上發聲說 果然按鈴提告後 人數不斷增加了 已經遠遠超過 可以想像的數字 英文字母果然不夠用 太不夠了 希望有更多的受害者站出來 你必須道歉懺悔 你爽一時 受害者卻要痛苦一輩子 你道歉懺悔是一定要的 問他是不是男人 謎兔風暴掀起浪潮 受害者尖連站出來 行政院也在13日通過 信憑三法草案 未來全市性騷擾 將會加重處分 最終將會罰百萬 處三年徒刑 不要聚焦在我這個人身上 我這個人不重要 請關注MeToo運動 這才是重點 懷疑新聞宋俊毅 張雅筑 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懷疑新聞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